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再骑步走 节奏不一致 心脏就变得越来越大 心功能也越来越差 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发生心缘性休克 严重心理失常等恶性事件 心衰有哪些治疗方式呢? 心衰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基础 心衰的用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不能擅自增减 有任何不适都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分药物治疗有以下几种方式 植入是再同步治疗起搏剂 CRT 植入是再同步治疗心率转负除颤剂 CRTD等 我只听说过起搏剂 这个治疗心衰的CRT也是起搏剂吗? CRT也是起搏疗法的一种 通过植入电极 刺激所有心事同步起搏 使得心脏左右心事 尽可能骑步走 就好像喊口令一样 心脏回到骑步走 就可以显著增加心输出量 改善心功能 心脏也可以逐渐恢复正常的大小 另一方面 心衰患者的心脏动力不足 射解分数 EF值会降低 如果EF值低于40% 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 将大大增加 心衰的患者如何避免发生心脏性猝死呢? 心衰患者可以选择植入CRTD 它是CRT和除颤功能的结合 它不仅能够改善心脏收缩同步性 同时还具有除颤功能 能够有效避免心脏性猝死的发生 心衰是一种慢性 进展性的疾病 很难治愈 但可以治疗 在尊医主的药物优化治疗下 如果新功能仍然没有改善 而且发展成左右心事 不再急不走的患者 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 接受CRT治疗 通过心衰药物治疗和CRT治疗 李奶奶的新功能得到了很大改善 不再感觉胸闷乏力 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又能和退休的朋友们 愉快地跳广场舞啦